德西卡 維東大 伊利諾 西卡古 我從沒人進去 金子茅 金子茅 講述一家人從吃的喝的到工作 都來寄生有錢人家 這是奧斯卡韓國大片寄生上流 而現在柯P遭踢爆 根本上演台灣版的寄生國會 2020年民眾黨拿下了 五席國會席次進軍國會之後 幾乎每個禮拜三 柯文哲都會來到這邊 立法院的黨團民眾黨辦公室 來舉行黨政平台會議 不僅如此 民眾黨更加負責黨部業務單位 也設在黨團辦公室 包括隸屬黨部的整個文宣部門 負責辦理活動的國家治理學院 黨部財務長 會計及智庫成員 都無關立法院業務範圍 統統計居國會 像公家場地 水電等納稅資源 工技適用叫做提升工作效率 如果照他這麼講 我們民進黨專家黨部 應該搬到總統府 寄生市府這一套 推廣到立法院去 尤其再加上民眾黨黨部 文宣部主任跟黨發言人 明明處理黨部事務 卻掛黨團職缺 令立法院薪水為黨服務 回顧柯文哲黨政不分黑歷史 這早不是第一回了 學姐黃靖穎掛北市府副發言人 卻不只幫忙拍攝黨務 身傳廣告 更多次陪跑輔選行程 而心腹蔡壁如 更曾在公務群組 邀請官員加入民眾黨 其實都會在出缺情上 都會引請假的方式來做區別 寄生國會會不會也太過了 柯主席為了擴展政壇勢力 從市府到立院 所有資源通通不放過 記者神機安 從越台北採訪報導